問很多日本球迷說他們最喜歡台灣隊的誰 他們答案都清清味 真的假的 余爵勒勒 謝謝 謝謝他們的支持 他會講日文嗎 就只會這一句 簡單的 昨天因為只是大家覺得那個評審的好球帶子 住在外海 對 你自己能看 沒有 總結就是結果論而已 沒有什麼好戰士的 只是討論 昨天球迷看到你就是在 糟糕這邊環局上都很心疼你 因為畢竟 我是自己的選擇 我也不能 所以選擇 既然選擇失敗了 當然自己 自己要承擔 然後自己也要去 接受這個結果 對 畢竟 會局上是正常的 畢竟 表示 表示我在乎 對啊 對啊 所以就是一個 一個選擇性的 對 不過就像教練每次講 其實每一場比賽結束都是新的開始 對 那自己 現在其實心情應該 調適上也都沒什麼大問題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沒什麼問題 對啊 就是 過了過了就算了 畢竟 後面還有兩場比賽要打 然後不用休息在天樂的選擇 就是 沒有對錯 對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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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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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里的威 林里有力 我們全場 北京Live Biz Speed Way 林里的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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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傑士 加油 陳傑士 加油 台灣隊長陳傑士 加油 他的名字 把他搞的 集团打擊 剛才能 凱起台灣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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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梁哈 歌舞台 你看出來的 的他們是非常期待的 那我把你打得了 好 邱北 address 日本 新闻内 RPU 一番 做音 高音 比 Intr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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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らの声 好 多分 台湾の応援が聞いてテンションがあっていると一緒で 台湾の方々もこれ聞いてすごい 一番強い気持ちでしょうね 異文化の応援で新鮮なんですよ 接下来将力量借给朱玉玄 双双雪糕 朱玉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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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來 所有人尖靠尖團 尖靠尖在一起 加油 加油 吹嘞 听懂 听懂 满蛋 吹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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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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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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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都有一個 沒有順利 明天持續加油 希望大家跟著我們 謝謝 謝謝 阿神說出 3 1 一起唱 全場一起 阿神說出 我們是誰 謝謝 謝謝 我們真的要去日本打球了 然後呢我們這個32年來 在整個棒球三大賽裡面 得到這麼好的成績 我們現在進到了四強 進到了四強以後 我們第一個 我們碰到了委內瑞拉 我們碰到委內瑞拉 有勝算嗎 你說其實我們對委內瑞拉的選手 非常熟悉 我講實在委內瑞拉主要的重點 在於投手 他們在投手整個A組的六隊當中 所有的防禦率是2.63 是六隊當中第一名 所以說基本上有投手 投手很強 對 可是這些投手 台灣的觀眾可能都比我還熟 因為幾乎都在中指打球 你說委內瑞拉現在要打的投手 都在中指打過球 對 勝吉士是統一的王牌 羅哥跟富蘭哥都是富邦的 基本上富蘭哥還創了161的球數 那這三個人都是進攻的整個態勢 就是有相當好的控球跟球數跟球威 這都是那種十勝以上 而且防禦率都是可以控制在不到3 這樣的水準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們在台灣的稱呼 是SS級 就不是S級喔 是SS級 很厲害的 這就等於就是說就是台灣的職棒隊 會花重金去牽過來 就是一個禮拜要贏一場那樣的等級 那我們打得到阿球嗎 基本上可是熟 熟 基本上這就是比賽啊 那對我們來講 講實在話 可是你反過來講 我們對這三個投手也非常熟悉 對 所以說基本上像這兩個富邦的 羅哥跟富蘭哥都已經先打電話 跟戴裴風講我等你 這就是羅哥 對 他們兩個都是委內瑞拉的 對 他都已經先到日本說 我在日本等你 我看到你 我一定要把你刪陣 而且三個人講說 我們這三個投手 一個四局 一個四局 然後富蘭哥負責結尾 9G把你勘捉一媽死 話都講啊 已經來跟台灣嗆家了 話都講啊 熟 這就是比賽 這就是比賽好看的地方啊 那對我們中華隊而言 我們一直在講 這一次從黃金世代的這些教練 到球員 到我們的捕手林家政 就我們的體系建構得很完整 那遇到牆牆相碰 這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啊 對 我們很難去奢求說 我打到了最後的四強 遇到的都是那種三流的 我隨隨便便就八分九分 那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可是碰到這麼強我們有機會嗎 基本上這就是中值的水平啊 中值 這就是中值的水平啊 所以這應該這樣講 我們的中值現在這麼厲害了 對 因為中值的水平 要有這樣等級的球員來 才壓得住 可是講實在話 好 就算是羅哥 富蘭哥 看起來數據很好 富方精神的戰績 對齁 這樣我會不會得罪人 不過富方精神的戰績 我們還是有破解之道嘛 代表我們還是有辦法打得到啊 所以說基本上 這已經不是對中華隊太大的問題 中華隊最大的重點還在於說 我們的策略 我們的攻擊策略 能不能真的堅持 能夠做到好 就像譬如說我們之前 在前一段聊到說林立 林立在當他跟彭正銘 在看那個所謂的 所有的分析的時候 分析表 那個重點在什麼地方 重點在恰恰 還是龍貓可以跟林立講說 這種球喔 他的策略是這樣 你在打的是 你可能腳稍微縮著 往方方向 抓到一百一 抓出你 就有了 所以那個重點在於說 我們的教練團 可以適時的給 攻擊策略的指導 而不是只是用說的 數據是這樣 而是我能夠告訴你 這個就要怎麼打 就像火哥 火哥為什麼在這個教練團 這麼重要 因為火哥在勤收的資料 他的資歷多麼的深 他在國際賽締造什麼 四支全力打 六支支安打 45分打點 0.328 394 464的三圍 所以因為火哥這樣的人物 他可以讓陳傑縣 很清楚的知道說怎麼攻擊 因為我告訴你都是實戰 我這些人我見多了 大聯盟的160的 防禦6.5 都打個哪有什麼 所以說當你的教練團 都是這樣的成分 這樣的水平 當你的球員 每天接受這樣的東西 就像林家正強 可是沒有 不是林家正而已 戴白鋒 跟吉利吉島拱冠 他們在看了禽獸資料之後 是一起研究 三個人要必須先有共識配球 所以說落差不會大 所以當大家都有共識的時候 整個團隊形成那個團隊的戰力 我並不是很怕 單獨一個兩個厲害 而再說我能不能根據 教練團的攻擊策略 執行到底 然後找到失控球 一遇攻擊